這是周傳雄的歌 非常紅的一首歌 對 不過其實剛剛看到評審的表情 尤其洪敬堯老師 聽到三分之二的時候 您的眼神 是不是有話要說 很香 我不知道 如果說我是一個詞曲創作人 我很希望寫首歌給你唱 會有這種感覺 感動 因為會覺得你唱歌很感人 這個感人就是 剛剛我所謂一直在表達 那個感情 就是那種感情是 有理而外的 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享受 就一直 就好像真的是觸景傷情 有一點到了那個失控的裡面 這是我覺得尾翔最厲害的地方 是 謝謝老師 如果剛剛注意到他一直 一般都看螢幕 一直看 到三分之二的時候 他就很陶醉的 聽到心裡 還有一位 王志平老師一直在笑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偉翔今天聲音運用得很好 但是今天有兩個地方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就是兩個比較低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表情沒有做主 因為呢 特別像這種會唱的歌手 如果整個歌的那種情緒 跟表達能力 如果百分之八九十都很好的話 有時候就那幾個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 稍微有一點 就會相對會很明顯 會被評審聽出來 我覺得你今天就有這種狀況 因為太好聽了 聽聽聽 突然有些地方 稍微趕了一點 或是稍微有一點表情沒有做主 譬如說 你的A2唱不完一首歌 這個歌呢 你有用一點氣聲 可是感覺上就會覺得 應該再多一點氣聲 唱不完一首歌 你卻還剩下一拳 其他的我覺得 你看今天這個歌 其實唱得很好 像是丁曉雯老師 好 韋翔老師之前也有稱讚過你 你在中低音域的語氣 進步得非常非常多 我真的有的時候很想問你 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麼練的 因為其實很難 怎麼練 你是突然有一天開竅了 知道就說 低音要這樣子唱 才會有情感嗎 其實我一直在找那個方向 後來是唱 他在哪裡的時候 就是我好像 試著做 曉雯老師跟我講的東西 然後 曉雯老師也覺得 有做到 然後我想那我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這個方向 就繼續轉這樣子 我想非常非常好 就是 因為老師講什麼 你們要自己去體會 那體會到了 可能你還不確定 但是老師告訴你 就是這樣 你就要往下 再繼續精進 所以韋翔其實進步非常非常快 這點讓我真的非常的驚訝 也非常的驚喜 因為這個歌其實很好聽 但也不一定是很好唱 尤其在副歌的部分 四遍副歌 那個層次要鋪陳得非常清楚 那這個部分 我想做得其實很不錯 那個層次一遍一遍 越來越強地鋪陳上來 到最後已經有點好像要 歇斯底里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今天比較明顯的 比較明顯的瑕疵是說 你的主歌進來 第一句 過完整個夏天 我覺得太有一點點 模糊了 好像你還沒有準備好 還是說你只是練唱 其實進來這一句 你要很肯定 這個肯定的意思 不是說你要唱得很用力 而是你要第一句就抓住我們 過完整個夏天 但是第一句我會覺得 你好像還沒準備好 後面才慢慢鋪陳進來 就這一點我覺得可惜了 你這要特別注意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徐衛祥 黃昏 挑戰他的是乘思維91.7 到底能不能衛冕過關呢 評審 請給分 你的表現得到老師們的好評 分數來到88 89 90 91 92 小數點繼續跑 是多少 恭喜得到92.8分 成功衛冕三關 累積獎金6萬元 果然當然衛冕者就不一樣了 是 有時候領悟了 有 思維也進步很多 對啊 要以他為目標好好挑戰 好不好 謝謝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恭喜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恭喜徐衛祥 成功衛冕三關 累積獎金6萬元